幼稚園教室內 小朋友們乖乖席地而坐 等待家長來接送 一旁穿白衣的小男童 疑似沒聽話 跑來跑去被責罵 但爸爸指控 當時孩子坐回階梯後 值班老師不知為何 竟大力推他的頭 結果撞到教室的階梯腳 頭部腫了一大塊 除了錯傷還有血腫 爸爸越講越生氣 驗傷之後立刻找幼稚園理論 表示一開始老師還不願承認 看了監視器後 才坦承是親親丫頭 家長指控原方不但坦酷老師 而且只願記大過了結此事 發生爭議的就是 這間台中雙語幼稚園 遭指控女老師打扮相當中性 平時跟孩童互動都不錯 這回疑似不當管教惹出爭議 原方對此不願多說 不好意思 我們一切都已經進入法律程序 所以我們就是盡量就是 正常不公開 謝謝您 謝謝 我們依照那個傷害罪嫌 還有通報設政單位來做處理 屈歲小男童平時就活潑好動 在幼稚園一年多了 沒有想到在大班畢業前線 竟然被老師推頭壯定 爸爸不滿怒告傷害 雙方對不公堂 記者聯員兵蔡敦瑩 台中報導